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Tony 我们花莲旅行的最后一站 来到星辰天主堂 他的前身是日本时代的星辰神社 现在是限定古迹 我差不多将近十年没有来的 星辰公园 这就是昔日星辰神社的鸟居 星辰天主堂 门口这里有两棵老章树 星辰天主堂 这也是昔日星辰神社的鸟居 这棵老树是星辰香珍贵老树 琼崖海棠 哦 这里有动脑房子 练习曲 阅读隐私讲堂 那这边的书是指租不卖 因为其实我们的书都是他就是捐过来的 都大家捐过来的书 因为我们创办的是胡教练 对胡教练 然后他当初是在这边 在星辰国小的棒球队 2015年的时候 然后后来2017年 他就租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这里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让这些小朋友 如果有一个可以阅读 读书的地方 甚至是家里是没有人陪伴的 所以就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空间 这里有限定古迹 星辰神社旧址的简介 民国五十一年 星辰天主教 买下神社旧址 当时的神职人员 也非常爱护神社的遗迹 所以还保存了蛮多神社的旧姬 像这神社参道两侧 十灯笼都有保存下来 我记得应该有八座 左右各四座 不过当然还不能免俗的 上面的刻字都遭到涂抹了 右侧是天主堂 圆弧的船型造型 后院里面这一块纪念碑是 迅滥将士一谷碑 不过十碑被面的刻字都已经模糊难辨了 这十灯笼也是神社遗迹 天主堂 没有开放 我看到了圣喜池 那应该是新城神社守水社的水波 这里有新城神社老照片 1914年大正三年二月 日军在新城太鲁阁口建立中魂池 是新城神社最早的处刑 这是1915年 日军建立太鲁阁钓魂碑 安慰战役中死亡的日军 不过这座纪念碑 现在已经被破坏掉 位于新城天主堂 的迅滥将士一谷碑 是收藏新城事件死亡的官兵十三人 现在这座纪念碑 还保存在新城天主堂内 新城事件发生在1896年 当时日军在新城这边建立前进基地 不过后来应该发生 士兵调戏太鲁阁妇女的事件 造成太鲁阁族人出草 将13名日军全部杀害 死撑新城事件 前面那里是第三座鸟居 所以新城神社的三座鸟居 都有完整的保存下来 进入第三座鸟居 前面那里就是原本新城神社的镇店 哇 这拨犬看起来好沧桑啊 左侧的凉亭是昔日的守水社 我水波已经移到天主堂里面去了 这里还有一对拨犬 也是很沧桑 博犬的基座可有士子中 士子就是指这座神社辖区的信众 中是全体的意思 所以士子中 就是指全体信众一同 敬献的意思 新城神社的镇店 现在是变成圣母园 有圣母玛利亚的雕像 不过正殿的地基还蛮明显的 是日本时代的旧物 旁边这边的树木都是琉球松 应该都是新城神社时代种植的 这些琉球松 现在都是花莲县政府列馆受保护树木 我非常喜欢造访日本神社的遗迹 有些人可能误以为 我是不是要怀念日本殖民同志 其实不是 我只是喜欢看历史沧桑的景点 特别是失败者的历史沧桑 因为失败者往往是失去历史话语权 所以他们过往的司机 常容易被刻意的忽略 让我个人旅游的历史心情 喜欢雪中送炭 如果我有机会造访中国大陆 我也会特别想看国民党 国民政府时代的一些历史沧桑景点 这是同样的心情 因为毕竟 胜利者写的历史 我们已经读过太多了 不需要在锦上添花 反而是失败者的历史沧桑 更值得我们关注与同情 新城事件之后 日本政府联合阿美族部落 对太鲁阁族展开进攻 然而受阻于太鲁阁峡谷天险 无法征服太鲁阁族 大正三年 佐久坚佐马泰总督 动员超过万名兵力 进攻太鲁阁族 史称太鲁阁战役 是日本时代台湾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 当时 日本政府重新收买 新城事件遇害的士兵遗骸 并建造一座木造的小神石 加以祭祀 后来更建立 殉难将士一鼓碑 以纪念新城事件 昭和十二年 再扩建为新城神社 包括了三座钢筋水泥鸟居 参道 石灯笼 守水社 拨犬 本店机台等设施 我们现在离开新城天主堂 去造访附近信义路上的沿海装艺场 还有装艺场旁边的日式宿舍 都是登陆为历史建筑 我们要走往信义路 就在前面大约450公尺处 右侧这里是新城国小 新城国小的前身为花莲港厅新城工学校 创建于昭和元年 就在花莲县警察局新城分局的对面 历史建筑 沿海装艺场 非常的沧桑 还没有开始整修 里面是有简介 但是有拉黄线条 警察局就在旁边 哇距离这么远 我看不到简介资料 沿海就是日本时代台湾总督 佐久间佐马泰的雅浩 旁边这附近有日式宿舍 是当时沿海装艺所的职员宿舍 现在也是历史建筑 应该就前面这一栋 应该就前面这一栋 日式宿舍 此建筑物为围楼 请勿进入 我是不担心围楼 我是担心围楼 我是担心围楼依法就办 新城分局 这里有一棵老树 给小庙 进来看一下 是土地公 福德正神 新城分局的围墙 这很明显的有一段历史了 这可能是日本时代的旧物吧 这应该是早期的旧大门 花莲县警察局新城分局的地点 可能就是日本时代的沿海之厅厅社 大正九年 日本政府为了纪念佐久坚总督的工业 将新城之厅 内太鲁阁之厅 合并为沿海之厅 朝和十二年 花莲县厅实施接装置 设立沿海庄 隶属于花莲郡 占后改制为花莲县新城乡 哇 这蛮有规模的 长长的围墙 都是这样的柱子 本来还想走到新城的海提 不过现在已经下午四点半了 再不离开 待会可能要摸黑 开车走速化公路了 我们回到新城天主堂了 我们花莲之旅的最后一站 新城天主堂 新城神社之旅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